继续延续 然后呢 把那个上个礼拜那个Mati多按钮部分 再做一个延伸就是所谓的那个多国语系的部分 那所谓多国语系部分就是说 我们假如我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他也许他的基本预设的语系 假如说是一般比较常有的 至少是英文吧 英文环境 或者是说可能对岸也是一个大的市场 尤其是简体的 你用繁体他可能不习惯 或者是到日本 韩国 大概比如几个国家 那我们该怎么做 上个礼拜部分呢 还是需要花时间 这个东西其实很花 非常非常花时间 所以你一坐下来 你要把这东西做出来 应该会做非常的久 而且也很容易卡关 就是哪个地方 那没关系 反正画面都有 还有就是影片也都有 那就是要需要花时间而已 这个东西其实可能花的时间呢 甚至会比那个早上那个VBA还来的更多 因为早上跟同学聊天的时候发现 其实这东西比VBA还难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很多地方一定要做很严格的宣告 你不宣告他不能用 VBA没有宣告 他没有宣告也可以用 所以跑起来基本上 但是原理原则很多是相通的 那上礼拜我们主要是 了解所谓的那个版型问题 把那个relative layout改成linear layout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布局上面会比较容易一些些 尤其是你在不同的装置上面 当然将来如果你希望 让你的版型变好看的话 除了linear layout relative layout 还有其他的 像什么table layout frame layout 什么一堆 layout 那些layout主要的用途呢 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让你的将来排版 就是放这些元件 比较方便一些些 那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变化 里面大概会有一些重点 我有把它做 就是做那个红色 帮你把它框起来 但是要把这个东西全部做出来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要花一点时间 那界面部分的话 这个有个原始码 那你当然可以用复制贴上过去 可是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的原始码 它预设是用那个繁体的 所以将来呢 你在其他国家的那个 就是说它的手机上面 也会显示繁体的 那当然 其他国家可能看到这些 不在不在 这个可能会 不知道说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做一个 多国语系该怎么做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接着会继续来看这个部分 我要把一个多国语系的部分 一个图给各位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将来在那个 不过设定部分我讲一下 之前有同学学过Eclipse Eclipse Eclipse跟在那个 Android Studio里面是完全不同的 那Eclipse里面的方便是说 它会提供给我们一个那个 多国语系的那个什么工具 直接可以拿来用 但是在Android Studio里面没有 不过呢 不代表说比较麻烦 其实也很简单 但是就要掌握那个关键点 哪些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 这个图比较小一点点 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 里面的话基本上 关键就在哪里 在这里 Values 有没有 你们原来的Values 只会有一个 这个Values 它预设的 如果你没有做多国语系的话 它一个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多国语系 包括什么呢 英文的 那英文的话还有分很多啦 包含就是什么 英式的 或者美式的 或者澳洲的 加拿大 反正一堆啦 不过不管啦 反正这么多个我们 其实我们用的那个英文 也不是很复杂的英文 所以你干脆就用美国那个 那美国那个的话呢 它的Value 特别说关键点在哪里呢 它后面会有个什么 Dashen 你要发现 这个Dashen指的就是说 如果将来 它的手机是英语系国家的话 那手机显示出来了英文的 那你这个地方呢 就必须有个资料夹 是放什么 Dashen 那如果是 那个什么 日本的话 J A 所以这边会有个Dash J A 那那个 韩国的话就是K O OK K O Dash K O 那如果是台湾跟中国大陆 当然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又不太一样 后面一定是Dash什么 ZH 小写 Dash又有分 对岸是R CN 特别说 大小写 会有差别 你不要打错 打错的话呢 就会找到了 OK 那如果是台湾的话呢 那就是 一样Dash ZH 可是是Dash什么 R TW 这个小R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这是 区域吗 Regio吗 还是什么 不知道 反正 前面我们都一样 后面不一样 而且在Angelo Studio里面呢 也可以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 还好他不是给你画个叉叉 像 不过也显示出来了 表示说这个区 OK 好了 反正这不是重点 只要涉及到这个问题 太敏感了 反正就是 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做多个语系的话 第一个 你要先有资料夹 第二个的话呢 在资料夹里面到底放了什么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 有一个档案叫做 SWINCE这个 这个SWINCE里面 顾名思义吧 SWINCE加S 字串 S 那意思就是说 在里面可以放很多的字串的资源档 也就是说以后呢 反正你不同的资料夹 你就放不同的语系的 其实就两个字串 一个是电话号码帽号 一个是清除 反正这一题很简单 两个字串 那我们只要怎么样 把原来的那个字串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SWINCE那个就可以了 那取代完之后呢 以后你就切不同国家的语系 它就会给你不同的 那个语系的 那个画面出来 那但是你可以不一定说 一定要在那个什么 模拟器里面才可以看到 其实你可以在这上面 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国旗嘛 它预设是好像一个地球 一个地球的形状 如果你做了正确 按下去 只要是点英文 那下面的界面就变英文 点日文 那日文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操作起来 并没有比较麻烦 不过可能之前有同学 比较习惯那个Eclipse 那用Android Studio 会有点不太习惯 好那在做这一题之前 我们来再来解说一下 所以你如果在模拟器里面看到的 就会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不过记得把那个 模拟器里面的那个menu 就设定里面 找一下那个语言 把它改成日文的话 那你会发现看到的画面 就会是这样子 什么电话翻号吧 反正他们叫翻几番 OK 然后确定的话叫什么明确 OK 反正这个翻译 我是用Google翻译翻的 我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还有韩文都有翻译 其实Google翻译里面很多 我已经帮各位翻译好了 翻译的结果是放在哪里呢 好像放在下面吧 各位可以从那个 从这边往下找 在这里 这个是繁体的 简体的 英文的 然后日文 韩文 应该没有 可是翻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是直接 那个Google翻译 然后贴上去 他回来是什么 我就贴过来是什么 如果当然你比较严谨的话 可能你自己再去找那个 真的懂那个什么 日文啊 懂韩文的 帮忙看一下 英文的话应该不会差太多吧 OK 不要翻那个很奇怪就好了 但大陆很多 翻的都是啼笑皆非 翻直接直接翻 OK 然后 再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接下来第一步 我们OK 准备好了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看到这边有个自传支援档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呢 请各位 一样去开启那个 我们的 Android Studio 模拟器先把它打开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版本控制 因为我们现在是 上个礼拜是 CH03 Multi Button 那之前在Eclipse里面 可以复制贴上 不过我发现 在那个Android里面 Android Studio里面 好像没办法做这个版本控制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今天要修改 那你必须保留 旧的啦 所以旧的我把它复制 我又把它加一个old 然后当然开的话 我就开这一个 我可以保留旧的 不然的话呢 改完之后要回头 也回不了了 所以版本稍微管理一下 因为我是放在低碟 的这个Android Studio的目录里面 我有把专案放在这边 所以之前我们做的专案 都可以看到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Android Studio 把它打开来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 我们一样是放在那个 我是放在低碟底下的 一样的目录嘛 那我模拟器是从这边开 AVD 那我发现用那个X86 真的快很多啦 那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的关系 甚至我在家里的电脑 我有算过啦 不到一分钟就开起来了 可是不知道这边环境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尽量单纯一点 环境开会比较顺畅一些些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把这个Android Studio 我们这个的懒人包 把它打开来 那里面找到Bin Bin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Studio跟64 那当然我没有试过 不知道64跑起来会比较快 不过特别是因为 如果你是执行这个64的话 记得你JDK呢 也要64的 我觉得啦 64应该会跑比较快 因为它在记忆体控制上面 会比较好一些些 但是至于快多少 可能要稍微试一下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那个上个礼拜的 我们那个专案部分 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接着继续来看 里面到底要修改哪一些的步骤 那你们至少就是先有个概念 多过一期部分